还在要贯首场队阵广岛三剑小组赛中, 横道用进了四个二人赢额, 虽然被拉宁与朴聚举手测任向正式比赛, 表现可圈可点, 虽然横道迎下了广岛三剑, 但是全民对于横道上下半场的表现列差十分不满, 归根结底在以卡扇换下了主力左边位里学棚, 换上的狐狸宝并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, 以至于横道在下半场被广岛三剑完全拉致, 几乎要被单平比分, 换上狐狸宝的确是卡扇的一个半比, 尽管赛后卡扇解释称, 狐狸宝在之前的任生算中, 已经证明他能够胜任左边位一级, 但是球迷们并不买仗, 狐狸宝关系户生算又被传入出来, 之前的东西转后市场中, 横道放走了走正, 然后这几位球迷老兵也属于正常, 但是最后又放走了小将陈泽鹏, 这就让球迷们意义了, 陈泽鹏是恒大队内为数不多的广东籍等土球员, 而且早在2016赛季, 他就踢了一段时间的主力左边位, 那段时间, 恒大的左边位相继受伤, 不得不让年仅20岁的陈泽鹏当当大任, 但是陈泽鹏表现出来了出生魔独不怕虎的精神, 从游泳队, 把左边立岛里的紧紧扭条, 有的时候还会再板住钩上去, 会被有创造机会, 由于在恒大队的发挥, 陈泽鹏之后入选了国外队, 打造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队, 之后由于恒大队的左边位们相继付出, 陈泽鹏自然失去了物质, 和李徐鹏, 跟正他们相比, 陈泽鹏的能力确实不足, 但是陈泽鹏也有他自己的优势, 陈泽鹏出生于1996年, 和狐狸宝同年, 目前还是享受优爱三权人政策的, 起码陈泽鹏是专业左边位出生, 不知道卡帅狐狸里卖的什么药, 把身材高高的狐狸宝放大边路, 从狐狸宝的表现来说, 完全是专门级别的, 由他做旅学童的替补效果实在太差, 相信卡帅兄弟也有数了, 尽管布朗宁之前也踢过左边位, 但是布朗宁外人的身份, 限制了他在联赛中的登场, 如果恒大的左边位问题, 一直得不到可选解决的话, 现在被恒大外踢到了中假的走体霸的陈泽鹏, 也有可能在赛季中期就被恒大重新炸回。